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我最转来看Google以32亿美元买下制造智慧恒温器和烟雾警报器的NAS公司进军智慧家电市场 说到了最近最夯的萌商机莫过于台湾的银亚了 活泼好动的它不但是融化了台湾人的心而且创造出5亿银亚商机 今天财经旺交点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可爱的小银亚 先来带您关心全球股市 受美国银行公布的业绩强劲和美国11月PPI增幅创进半年新高 披震了星期三的美国股市表现 美股收红延续昨天上涨的气势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也在时隔近14年之后重回了4200点 欧洲股市在星期四开盘涨跌互渐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德股市上涨 法国股市下跌 亚太股市表现方面受到获利卖压出龙的影响指数翻黑 日经指数收跌61点 而韩国以及香港股市则是红盘作收 截至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钟 新谷海峡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股市都下跌 互生两市表现则是涨跌不一 不止在金融蓝筹类股的拉抬带动之下 微幅的收种收红 深圳A股收跌0.11% 那么台湾股市方面呢 受到美国股市大涨的激励是跳空开高 再创8669点新高 不过在五盘之后出现了获利回吐的卖压涨幅收链 收盘只小涨了9.56点 美国在星期三公布了两项经济指标 去年12月生产者物价指数月增0.4% 全年PPI只上升1.2% 写下了2008年以来最小的年增幅 另外呢 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之下 纽约州连准银行一月制造业指数 攀高到一年半多来的新高点 由于业者通常会将销售成本转价给消费者 生产者物价能领先反映消费者物价的走势 整体的物价趋势显示 美国的通膨压力依然温和 通膨率仍旧低于连准会2%的目标 另外呢 再来看的是欧盟统计局在星期三公布 去年11月欧元区贸易顺差达到了171亿欧元 不但大于前年同期的125亿欧元 也大过了去年10月修正后的168亿欧元 但是原因并非出口成长 而是进口萎缩更胜于出口萎缩 反映出欧元区的内需还是低迷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班牙 葡萄牙和希腊 这三个国家的合并出口额 在去年1到11月份年增4% 也使得三国贸易逆差 分别比前一年同期缩小 这个代表的是欧元区周边国家 正进一步的重拾竞争力 说到了米格鲁这种狗呢 它成为实验犬 当然不是新闻 不过这个议题却在国际上持续受到关注 尽管这已经是实验界的半公开的秘密 但很多人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美国的动物保育团体拍摄了一系列 抢救实验犬的影片 这些米格鲁犬长期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 当工作人员打开笼子的一瞬间 狗狗疑惑又恐惧地慢慢走出笼子 见到阳光 而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动了400万网友 为他们加油打气 米格鲁的人爱不顾却有着白老鼠般的命运 这些狗狗中年被关在实验室里为药物实验 他们一天可能爱上上百针 这天在动保团体的帮忙下 他们终于解脱了 美国动保团体用镜头记录下 久之不同年龄的米格鲁 长期被囚禁在铁龙 永不见天日 离开实验后的模样 让人看了心酸 当铁龙打开眼见自由就在眼前 这些狗狗不是冲向草地奔跑 而是坐在里头 表情一脸疑惑和恐惧 他们的行动会如此小心翼翼 也难怪 因为经过多年人类的囚禁 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长了什么样子 这是米格鲁们第一次见到阳光 第一次感受踏在草地上的温度 由于米格鲁的个性温馴容易胃养 常被医学界用来测试药物食品 许多米格鲁甚至在出生后 就被实验机构买走 耳朵后被露印上这个实验犬的印记 周年被困铁龙里 这段影片剖往后 致近近400万网友点阅 多毛团体希望唤起大众的关注 有天米格鲁再也不必为人类牺牲 儿童擅自购买APP一向是家长最困扰的事 不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却宣布 苹果公司已经同意 针对儿童在没有家长的同意之下 利用手机或iPad等行动装置 购买应用程式APP将全额退费 总金额3250万美元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召开了 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 并且表示苹果除了同意退费 修改购买APP程序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在iPhone或者是iPad输入密码以后 就算是过了15分钟 也不必再度的输入密码 就可以购买APP了 所以儿童就可能在家长 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自己擅自购买了APP 苹果同意将修正这个家长 可能疏忽的漏洞 大陆春运在今天启动 在今年估计超过36亿人次的客流量 不少的农民工搭乘火车返乡 把铁锤菜刀甚至是活鸡都带上车 全部都被安检人员给没收 火车来了 月台上的旅客扛起大包小包冲上车 过年返乡 大家的行李不少 有人甚至一根扁蛋挑上车 但很多人不知道 坐火车也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重庆一位老兄带了两只公鸡 当场被安检人员拦下来 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搭火车返乡 有人把工作用的菜刀 铁锤 锯子 都带上车 也被没收 这一大包刀具都是安检人员 从旅客行李查到的 还有工人把油漆涂料 带上车也全部被没收 大陆一年一度的春运从16号启动 为期40天 海陆空交通 不仅运输人员全员备战 餐饮部门也做好准备 它搭配得不错 味道很好 很超值 既然铁路局推出的便当两婚两素台币75块 乘客大赞很超值 今年春运估计36.23亿人次 比去年再多出两亿 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今年的规模更大 看来将有更多抢票的故事上演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 大陆2013年的外汇储备总金额达到3.82兆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蝉联全球外汇储备第一的宝座 大陆去年下半年外汇储备成长规模明显的暴增 这显示经济从第三季触底反弹以后 持续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 推注了整体外汇储备创新高 大陆在去年第一季和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分别是7.7%和7.5% 表现的让市场失望 这也使上半年的外汇储备成长情况不佳 不过经济成长率从第三季起 就迅速上升到7.8% 被视为大陆经济成长触底反弹的象征 电影《铁达尼号》曾经创下了惊人的票房 尽管经过了好几年 依旧还是经典名片 现在有大陆商人看准了铁达尼商机 准备砸下50亿元在四川打造铁达尼园区 并且要以原比例重现当年这一艘豪华游轮的风采 铁达尼号撞冰山沉默 事件经过百年 神秘吸引力仍然不减 四川省有企业就赤字50亿 计划重新打造铁达尼号 让它在四川重现 我们希望有可能在感受电影里面太太尼科的浪漫 里面估计可以有800多个房间吧 这艘号称1比1比例重建的铁达尼号 长约270公尺 宽约28公尺 估计花费两年时间打造 为了完整呈现当年的豪华游轮生活 还请来电影铁达尼号的好莱坞团队 作为设计顾问 记者会上电影当中的铁达尼船长也来疯唱 铁达尼号曾被拍成电影 创下影史卖座记录 维持多年 看好商机之前也有澳洲矿业大亨 持巨资打造铁达尼二号 而这艘属于中国的铁达尼号 完工后将摆放在主题园区当中 甚至还会模拟沉船场景 让游客体验 记者会请综合报道 美国复笔式杂志针对新加坡的高房价 发出预警 宣称新加坡面临信用泡沫破灭的风险 可能步上冰岛经济崩溃的后尘 不过对此新加坡金管局在星期三 对此也特地的提出了反驳 以房市趋稳家庭资产负债表 与金融体系强健为由 说明了新加坡并没有信用泡沫的问题 经济学家科伦波他提出了警语 他说新加坡已经出现 类似2008年导致冰岛经济恐怖崩盘的一些特征 新加坡目前经济困境 是刺激成长的动力 来自于不断膨胀的信用泡沫 经济繁荣是假象 而形成泡沫的主因是超低利率刺激房贷 与商业贷款爆炸性的成长 不过新加坡打房有没有具体成效呢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在星期四公布了最新数据 去年12月的私人住宅销售 比前一年同期锐减了超过80% 写下了2009年1月以来的新低 凸显出一连串的打房措施开始奏效 专家预期今年新国的私人住宅销售 恐怕会持续下火 那么新国政府最新的打房措施 是规定房屋买主每个月交的房贷 不得超过所得的六成 而这计划在去年6月份开始实施 目的是确保买主不会因为利率走高 而付不出房贷 日元贬值机票降价 再加上日本签证规定放宽 去年赴日观光的人次突破1000万 缔造出历史新高 现在日本饭店业者抢达顺风车 赶建平价旅馆 研究机构认为 日本观光业景气大好 渴望延续个几年 而尽管这对于做观光客生意的日商来说 是个好消息 但是饭店业依然存在着客房供给过剩的问题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年的事业目标 招放衍生剂医疗产业 2007年郭台铭一口气捐出150亿台币 给台大盖癌症医学中心 现在郭台铭还要加码和台大产学合作 喊出预算无上限 大举的招募生意人才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捐出150亿台币 给台大盖癌症医学中心 今年准备还要再加码产学合作 都是因为癌症是郭董心中的痛 脸上表情流露浓浓不舍 郭台铭第一任夫人林淑儒 和最爱的胞弟郭台成 都是被癌症夺走性命 郭台铭因此发愿跨着生计医疗领域 鸿海旗下永龄基金会 和台大合作生医工程馆 三月就要落成启用 鸿海也发出全球征裁令 要网罗高级研究人才 征裁目标100人 证据人才上面的话 我在这里可以走面上线 人事都到位 我是觉得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所以我要给大家报告说 我们为什么要来在海市征裁 喊出征裁预算无上限 郭台铭进军生医产业 不改霸气作风 郭董另一个如意算盘 是医疗硬体设备制造 也要鸿海自己研发生产 不只推升台湾生医产业发展 郭台铭似乎也为鸿海事业转型 铺好路了 记者理解陈建首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来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网站发表一篇文章 称赞台湾有十件事做的 比别的国家好 包括文明中外的夜市小吃 惺惺色色的主题餐厅 市区免费WiFi上网 还有棒球等十大项 都让老外大呼称赞 臭豆腐罢完 台湾夜市小吃应有尽有 台湾夜市的好 现在被CNN评选为 做的比其他地方好的事情 非常好吃 台湾名列CNN实践 做的比其他地方好的事 特色主题餐厅也被点名 例如Hello Kitty主题餐厅 以及开在台湾全球第一家 芭比娃娃餐厅吸睛百分百 当然除了吃的之外 另外一个被CNN推崇的项目 就是台湾免费的WiFi服务 还有当然不能忘了 台湾的棒球魂 CNN评比说 台湾在世界少棒联盟 世界大赛层17度夺冠 是对手日本的两倍 台湾故宫征品超过65万件 收藏全球最多中国文物 CNN也说比别的地方好 相较于美国争议不断的健保 台湾健保制度也堪称一绝 还有游客喜爱的小拥包 全被CNN说做的比其他地方好 台湾有多赞 你现在看到了吗 记者有参考报道 广亚洲回来今天的财经旺焦点这个单元 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大猫熊一样上年星期见客 周末入园的人数破万 超萌的模样引爆商机 再待会我们请到 前木炸动物园院长叶杰生先生 为您来到现场做深入点评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现在看到动物园里面的大明星 就是小小可爱的银雅了 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我们看到碰到第一个假日的时候呢 为了要看这个银雅猿仔 动物园终于又出现了上万名的猫熊粉丝 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看到有一个爸爸 他真的是非常的拼啊 为了他两个小孩呢 凌晨四点就去排队 就是要拿号码排 那么一万九千两百张 当日也全部的发完 一整天下来 一共有两万三千四百二十五位游客入园 创下了七天来最高的记录 很多民众就说 虽然排队要排好久哦 也只能够看个三分钟 但能够看到这个小猿仔在睡觉 还是觉得值回票价 全民宝贝银雅打卡上班 但舍不得和保育员分开掉头想要开溜 马上又被保育员抱了出来 这回还多带一件银雅平常盖的蓝色小被子 试图转移银雅的注意力 然后请圆圆进来陪他 一看到妈妈出现 银雅赶紧靠过去撒奶 修一首攀爬绝技 想要吸引妈妈的目光 只是圆圆扒豆腰 红萝卜窝窝头 竹叶一口接一口 看到妈妈吃不停 银雅也跟着拿起泰山竹 肯乃肯 圆圆跌个四脚朝天 本来想要抱起银雅叫她来睡觉 可是银雅实在很淘气 不给妈妈抱 不过温柔的妈咪圆圆 又上前轻轻踏摸摸摸她的背 母子俩感情非常好 红一红小女孩总算有睡意了 很可爱 喜欢吗 喜欢 可是你排队排这么久 有看到银雅在睡觉 会觉得很可惜吗 不会 还很久看到她在睡觉 不会很失望 不会 银雅睡觉还是好可爱 尖刻的第一个假日 11号早上9点 就有1594人入园 这已经是平常的两到三倍 不过12号人潮更多 一早1713人进场 创下七天来的记录 三点半吧 怎么这么早 当一小朋友啦 可是小朋友还没来 对啊 帮忙先占位置啊 起了个大早就为了看一样 最萌的动物明星 电晕大小粉丝 从团团圆圆来看 现在的是圆仔 这一家人呢 现在都成了这个台北势力的 动物园里面的大明星 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到的是 前木炸动物园的园长叶杰生 叶园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猫熊家族 还有猫熊商机 欢迎园长 谢谢 我是动物爸爸杰森叶 是是是 我想真的要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工作 才能够这么开心 对 真的非常开心 大家都说看不出园长已经退休了 还是这么年轻 谢谢 因为每天都看到这么可爱的动物 真的因为在动物园 因为动物 它是这不会去分政党 也不会分国际 也不会分 对 也不会分蓝绿 也不会去分宗教 所以我觉得它是 很自然的就天生在那边 那尤其是当然现在这个园仔 那个模样真是超Q的 我想这个几乎是无人能敌 那我觉得连皇室小孩 都可能很难敌 因为它活生生的 因为这个是活生生的 你看这个园仔 在2013年7月6号出生 当时这个大家就成了 有的人是甚至每天都要上网站 看他在今天在做些什么 成了他的超级粉丝 那么到了今年的1月6号 这个园仔他满半岁了 所以终于可以出来见客 我们都戏称说 他是打卡上班 这个小猫熊 现在是非常可爱 但是我请教一下这个园长 因为其实呢 他现在呢 你说他很可爱 那是他清醒的时候 但是呢 25分钟他可能就没电了 他就睡觉了 先会延长 现在可能可以50分钟 50分钟 所以他这个清醒的时间 是越拉越长 对会越拉越长 我们其实不太懂 这个猫熊他这个作息 因为其实现在 有一些家长就在想说 小朋友快要放寒假了 很想赶快带小朋友 去动物园看这个小猫熊 因为呢 现在不看 他会不会很快 一下子就长大了 这个真的哦 因为我讲 我们有一句话讲说 几米大几岁 后来我发觉 这个小猫熊可能几米大 跪了几岁 所以因为他长得真的 非常的快 那当然最主要是 也是跟他这个 整个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状况 因为他现在 喝妈妈的母奶 所以他营养特别够 所以他发育的非常快 普通一般 如果到一岁半左右 他就已经可能慢慢 就要脱离他妈妈的怀抱 那时候他就已经 可能七八十公斤了 你看 比我们都还要重 所以他妈妈现在是多重 妈妈大概一百二十五公斤左右 就只小一点点而已 妈妈现在 就是平均我们成熊 大概是 一百一到一百三十公斤 这个是表示 非常健康的一个猫熊 如果你超过一百三十公斤 也太胖 你要帮他减肥 如果你低于一百一十公斤 可能他肠胃道出问题 可能就要帮他做健检 要很小心 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一家人 团团圆圆圆仔 他们好像都很健康 都非常健康 但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动物园 这个是圈养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圈养 那人工圈养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特别重视 他的这个健康情况 包含他的营养成分 我们都有配比的 所以你看看他的那个整个是 受到这个我们整个顾问群 兽医群那么无味不治的一个造物 当然这个身体那个健康是无余的 那尤其是你看那个营养成分 我们都还配 比如说像成熊的话 我们一天大概十五到二十公斤的 一只这个竹子 然后再给他配窝头 窝头里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养分 会打个蛋 因为其实猫熊 他是砸死的 他并不是这个素食的 所以他不是说草食动物 那不过99%都要吃这个竹子了 那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些营养 像肉末粉或虾壳树 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些配比 配在这个整个的窝头 所以他营养成分 其实是非常OK的 是 所以他可能就长得会很快 那我们看到他现在 这个清醒的时间 其实我记得之前 他要见课的时候 那时候动物园园方 就特别告诉大家说 你要早上的九点钟 下午的四点钟 你比较容易看到他是清醒的 那现在这个时间有拉长的话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息 其实猫熊 他一般成熊 他就一天吃一半时间 一半时间就拿他睡 就是说10到12个小时 他就不是吃就睡 吃饱睡 睡饱吃 睡饱吃 他这个可能前世的命比较好 投胎税比较好 那不过小的猫熊 他时间更会拉长 所以像一般 像那么小的 他一天可能要睡17个小时 所以他时间就非常短 跟人家见面的这个时间 可能就你看压缩到 可能就6个小时 7个小时 那当然现在他越长大 他时间会拉长 不过就很可能 我们要知道 他是在要 这个醒过来 要吃奶奶的那个时候 那一般我们就 他会配合妈妈的这个作息 妈妈早上 大概我们因为9点 其实6点多的时候 我们喂食一次 那时候他也一定会醒 那9点多的时候 就见客那时候会喂食 那时候配合这个作息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 第一波是进去9点钟 绝对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的银亚 非常活泼在那边 跑来跑去 那他妈妈也会把他捞回来 因为他吃饱了 精神就很好 他吃饱了 他在发育 那如果他要喝妈妈嘞嘞 完了以后 他就开始要活泼 他要动 要动他才会再长大 要运动 所以那个期间 他就会跑来跑去 是很可爱 他跑来跑以后 他累了以后 他也不管大家 所以他就睡觉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 会呼吁说 大家尽量不要用 那闪光灯去照他 因为那闪光灯 他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讲话 OK的 因为那个玻璃 我们那个当时 那个是有准备好 4公分的一个厚玻璃 双层的 所以你知道声音 其实这个不会透过去 那他听不太到 外面的那个吵杂声音 如果他以后 放到户外的话 那就会听得到 那所以如果 那像那有些 如果真的恶意的 放鞭炮大声那些 或是你像那个 锯子那种声音 或是磨那个 嘎嘎嘎 他最怕那种声音 那个低频的那个声音 或那个夸躁 其实他的那个声音感 是非常敏锐的 他听觉非常好 我记得那时候 四川川镇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拍到 这个猫熊 好像视线都有一些感觉了 会 会听得到一些 地震的这个洞的声音 那我请教一下园长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说 尹亚其实呢 他这么那样的活泼 那他其实呢 现在因为有玻璃隔着 他可能比较听不见 但是他可能会看到吗 那大家人比方说很多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越多就越开心 人来风 不知道 原则上 因为猫熊 他的这个视力 视觉是比较差的 他的听觉跟嗅觉 那是超敏锐的 那他怎么会对于 那个闪光灯 会有感觉 对 闪光灯会 因为他虽然是视觉 比较差 但他还是看得见的 所以那闪光灯 因为他那个瞬间 这样很亮 他当然他就会 也就会 他会感受到 所以一般你看 那个猫熊 如果有很多闪光灯 他就会背着 背着向你 反正你就看不到他脸 那他就 而且这个猫熊 我觉得他也很聪明 但他知道前面 有很多人来看他 那会不会人来风 我觉得可能 当然也会有一点 如果他觉得说 这个人对他 也没有伤害 那他当然会 也会人来风 那如果 你像在野外的 这个族群 那我跟你讲 那可能绝对不会这样 因为他有自己的领域性 如果有一种 这个其他的这种动物 如果亲近的话 他马上就知道 他就会警戒 所以这个就跟这个 在圈养环境 跟圈养 人工圈养 那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动物园 现在他们还有所谓的 这个秘密A计划 我看到之前报道说 有帮他准备什么木马 妈妈的大摇篮 旋转玩具 这些 那他这个适应的状况 是怎么样 那还要训练他 那要叫他训练做什么呢 其实一般猫穷如果训练 为了这个动物的福利跟健康 我们训练他 其实效果很大的 比如说刚刚那个 我们玉行讲说 准备木马 或准备什么道具 或是那个一个蓝色的 那个圆筒 或是摇椅 那个摇篮 其实这个给他玩 这个在所谓的行为丰富化 就环境越丰富 行为他促使他 他就会做越多动作 那他就会越活泼 然后同时他就会去尝试 那这个他就可以从中间去学习 那其实我们在跟动物互动的时候 我们也会来训练他 训练他 譬如说我们会用大拇指跟食指说 啪这样张开 他会张开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他的牙结石 那会不会有这个牙垢 那这样的会不会食肆 他是不是健康 甚至我们还可以帮他量血压 交手伸出來 我们可以帮他量血压 他抽血 他也不会像小孩子看到医生 就哇大哭跑掉 不会 所以你可以看看 我带来一本书 那像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 你看一个像这个我们挂了一些球 这个球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球的这个动作 那就是最主要就是让他去活泼 去动 去尝试 那另外像这一边的 另外一张 这边我们看看 你看那个我们的保育员 张开手指头 张开手指头 那就知道 他就会张开嘴吗 我们就可以看他的这个牙齿 牙结石 到底他有没有这个蛀牙 因为其实他一样会蛀牙 不过当然他现在的这个牙医的顾问是台大牙医学院的院长林俊斌 帮他当顾问的 所以他的这个医疗团队都是非常强的 对就是各种翘楚都是精英 那我还看到这个有资料说 香港他们那边还训练猫熊憋气 对暂时停止呼吸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像我们要那个健康检查的时候 要照X光 不是那医生护士都跟你讲说 来细细憋气 那香港这位是一个叫吴经理的 那个非常厉害 他居然会研究出来可以训练这猫熊 可以暂时憋住呼吸 你要可以跟他沟通 所以我们当然这一方面 我们就用一个叫正向激励 正增强的一个理念来训练他 他做对了我们就会给他奖励 就训练变成一个制约的一个行为 那所以他就完全可以配合 那我们为这样 他就可以减少这个所谓动物的 他的那个nervous那种紧张 他的那个可能他就会跟你配合 而且所以这样就为他福利跟健康 我们就可以照顾得非常好 我们还以为这个猫熊其实呆呆的 他很聪明 不是 对 远远我们跟他讲说糖 然后他就就躺下去 然后我们就帮他做复务 超约会检查 所以我们是都有目的的 这样啊 那他训练他接收的很快吗 他很快就学会啊 这种就是要 还是要循序渐进 要有耐心 因为当你不可能说 依旧可成 但要一步一步来 让他知道说 你要这样躺下去 我们有个指令 那他躺下去以后 他就会配合 因为配合完了以后 他只要第一次他会了 他躺下去 你就喂他一根竹笋吗 他起来以后 我们就会给他搭上 打赏我们是给他 叫第一级 这个打赏奖励品 就是苹果 我们把苹果切成颗粒 那苹果他不能吃太多 那我们就一天 我们会准备个 差不多这个150公克 到差不多180公克 来把它切成这个颗粒状的 那我们就给他吃 也来打赏他 来奖励 用互动方式来训练他 他就跟你配合得非常好 是是是 这些猫雄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习性 大家可能都只能在那边 排队排了很久 然后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看个几分钟 拍照 合影留念 那么就已经觉得 非常的开心了 可是呢 在待会的 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继续要来请教 这个业园长 猫雄还有哪一些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呢 锁定稍后的 亚洲最前线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亚洲最前线财经旺交点 这个猫雄圆滚滚的 真的很可爱啊 可是您知道吗 其实猫雄的粪便 也可以卖钱 在大陆就有人 用国保猫雄的粪便 种茶叶 号称有抗癌的功效 虽然没有科学的根据 但是还是受到 许多人的吹捧 每一年最早采集的春茶 一斤叫价达到 22万元人民币台币 是上百万了 带您来看看 银亚剑客连大陆媒体 也来报道 足见猫雄的魅力 而圆滚滚的猫雄 不仅为动物园 吸引人潮 连粪便都可以吸睛 它不停地吃 不停地拉 它简直就是一个 身材有机肥料的机器 想出用猫雄便便 来种茶叶的始祖 是大陆书画家安掩石 他说人家印尼 有世界最贵的 摄像猫咖啡 也是用猫石做的 中国的国保猫雄 便便当然更值钱 最早采集的春茶 一斤较价22万人民币 台币上百万 这个一斤的由来是 我用熊猫的粪 撕肥 种植熊猫故乡的茶叶 那么每一年 地球成最早的春茶 我不会因网民骂我而改变 安掩石说 猫雄吃很多 消化能力却不好 因此粪便当中养分很高 用来种茶特别好 而且竹子本身就有抗癌功效 猫雄必便拿来当肥料 也有抗癌的效果 我根据中国古典的生态文化 也就是天然会关这个思想 我敢推断 我敢断言 我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尽管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但猫雄茶从去年开始限量开卖 仍有不少人买账 发起人说 卖得的钱将投入环保基金 用来推展环保理念 记住我们新一宗和报道 猫雄分辨真的有高经济价值吗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园长 我们团团圆圆的粪便 有拿来再利用吗 没有 我们团团圆圆的粪便 我们是全部都收集起来 那我们第一个做研究用 第二个就可能会把它粉毁 我们不会拿来卖 因为最主要那个 因为动物园它是一个 推动这个科普教育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摇篮 所以我们不会拿它来做盈利 但是那个当然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影片 为什么会卖那么贵 当然最重要就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其实就是 当你没吃过 如果你觉得那个 绝对很少量很少 你要吃到这个猫雄分辨 然后再去栽培的这个茶叶 当然更少 那一般确实它分辨 它那个猫雄 它是吸收大概百分之 这个只有13到17 所以其他的几乎都全部都排出来 所以猫雄分辨其实它是不臭的 那也真正如果真的猫雄分辨 你就拿来这个泡茶喝 直接这样泡 可能也都可以 那并不会臭真的 它那个是拿来是重 那我是只是跟大家说明 因为它猫雄的 它的那个肠味道 因为它比较短 所以它吸收那个竹子的 那个养分又很少 所以为什么它会不断地吃 它就要一直要吸收里面的 像那个尤其是竹叶的蛋白质 比较高的 所以它就拼命吃 那吃了以后 消化你看只有13到17 其他全部都排出来 所以你要它吃什么就排什么 等于是这样 所以它那还可以回吃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 园长 你们之前有这么懂猫雄吗 还是说要从这个大陆 引进这个猫雄之后 才开始一边做一边学 我们其实当时准备 要把猫雄这个引进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同仁 我们就先派人到那边去实行 那当我们的资料 我们收集是非常完整 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 就深入去了解这个猫雄的它的习性 因为在动物园有那么多种的动物 不单只有这个猫雄 因为我们将近有可能 这个分类的话 有三四百种的这种类别 大概有将近三千多只的动作 动物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动物的习性 那动物的习性 所以有人讲说 哎呦 你看对那猫雄特别好 对不对 你要说台湾黑熊不好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它习性是这样 所以它必须要在冷气房 对 那个光气也要在冷气房 那你台湾 台湾黑熊如果把它抓到 那个气候馆去 它也活得不自在的 哦 是 所以那么多的动物 但是感觉上就是说动物园啊 最独厚的就是猫雄了 因为感觉说 你看刚刚讲的这个精锐进出嘛 都是一些最好的专家 在做这个研究的团队啊 或者是直接都是给予 它最大的这个support 那感觉上就是 好像几乎大部分的这个资源 都是贯注在这个猫雄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组成的这个所谓的顾问群 像那个台大牙医学院的院长 他当然他是 他专业的 是帮这个猫雄看牙齿 但其他的牙齿 动物的牙齿他也看 所以我们组成的那个顾问团 是全部 只是说现在目前 因为营亚太轰动了 因为他变成是很像 动物明星一样 其实我们的那个顾问群 我们当时找的 都是为所有的动物 都可以任何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那边 其实全世界 唯一有这个电脑断层扫描 就只有我们动物业女 所以我们动物业是 水准是算非常高的 所以那我们这些的研究人员 我们的兽医 加上配合一些 这个我们当时有 这个我觉得台湾就是很可爱 我们这些的所有人医 他们也愿意来加入这个团队 比如说阳敏医学院的院长 邱文祥邱院长 他是密尿科的权威 他也来帮忙我们这次像 在因为他们这次不是自然原防生的 是用人工兽机 所以他也义务来帮忙 再看看他的这个金虫的这数量 够不够多好不好 那去分析 所以整个组成的这个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毒后猫熊 那像台湾黑熊 我们也一样纳入这个研究 所以只是说 现在大家的这个新闻交通点 因为可能都集中在营养 那不过我觉得OK的 那我们藉由这个营养 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其他的动物 那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对而且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教育 因为其实很多人本来都不是这么的 在乎这些动物 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猫熊 那么他们看到这个 实在是非常的可爱 所以就吸引了他们学习的一个 好奇的一个动机 像比方说 我看到你们这个资料里面就讲说 他这个猫熊的拇指就非常的特别 很不一样 这原讲可不可以解说一下 对猫熊的这个拇指 我觉得非常可爱 是因为他像我们一般 我们都五个拇指 那猫熊 那个像熊科的话 他都是也是五个 但是他平的 他不会像我们人类有一个 我们虎口可以去抓 但猫熊你看看 特别奇怪就是 他居然能够去抓 就因为表示 他的会有个叫尾拇指 这个尾拇指 他是一个特别就是 为去抓生出来的一个骨节 我们从这边去看 他这里就跑出一个 就很像说我们那个你看 这个我们从这上面这边看到 这个就非常特殊 所以他是六个指头 这个就很特殊 这个大概其他的动物 也很少看到这样 所以他可以像那个人一样 你要握住那甘蔗 他在啃竹子的时候 就很像握甘蔗一样 所以这个就非常特别 所以这个我觉得猫熊 有他特别可爱的 然后再加上他比例 他头是特别大 我们讲说人最美可能一比九 他可能不是 我觉得他可能是 这个三比四 我看那个头 他特别大一颗 所以就看起来就会很可爱 那很像玩偶一样 再加上你看 他怎么会有那个两个 那个黑眼光 对啊 所以我们就讲说 而且他又是黑白的 所以我们讲说猫熊三个愿望 所以他想拍一组彩色照片 结果他是全身就黑跟白配起来 他想把黑眼光去掉 黑眼光去掉不掉猫熊 如果还有一个 他想像林志玲一样的苗条 这样他就 这个也不叫猫熊 因为他不能减肥的 减肥成像那么瘦的话 那表示他肠胃道已经出问题 他不健康 对不健康 是 院长那我请教您 因为其实像今年 好像就有估说 可能这个猫熊 可以吸引到四百万人次 来去参观这个动物园 然后甚至还说 这个商机可以上看到五亿 因为不是只有这个 大家是要去看猫熊而已 都还要去买个纪念品回去 我看到那个限量 一天限量一百个的 有一个玩偶 他卖一千两百块台币 其实这个并不便宜 可能是轰啊 可是 就还是都可以销售一空 这个 我其实蛮好奇 就这个价钱都是谁在订 为什么订这么高 如果是在 因为动物园 他现在是有做这个授权 那授权的话 其实这个授权有好处 到时候这些授权的 他可能卖这个就会比较 像那个我们讲 一般如果我们动物园 审核过的这些 卖的这些东西 它会比较符合动物的习性 你可以当教用 这个他就会可能会 六个指头 或是他 那个包含就是 你看那个功夫熊猫 那个其实画错 那功夫熊猫 它尾巴 它弄黑色的 其实白色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错 然后这个可能会回到保育间 对我们的这个动物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环境 要去改善 或是说做研究 这个其实帮助就非常大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回到 回到这个我们在动物上 那对他们的一个福利 跟健康有所帮助 那当然我觉得说 如果热销 对民间的这个商机活络 我觉得这也是 也不是坏事 也很好 因为如果更多人去买 然后当然现在十一住行 我已经发现很多人 不管是 你像那观光饭店 他也去设计 连套餐都是这个猫雄餐 我觉得你因为 尼亚就有疗愈效果 你看到猫雄有疗愈效果 你吃那一餐 你会觉得特别好吃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那我们就让这个整个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当你在享受这些这个餐点 或是说买那个东西的话 特别我觉得不要忘掉 这个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性 那如果你有经过授权的话 最有贡献 能够回到我们动物园 那这样的话 对动物其实帮助是更大的 的确 那回到像这个猫雄家族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大陆猫雄之父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大猫雄研究中心主任 张和民先生 他看了原载之后 他说从灵性毛色还有行为去看 可以叫他撞妹了 比一般的猫雄发育的更好 那这个是为什么他这个基因特别好呢 那好像也听说三年之后还要到大陆去相亲啊 是不是原长 第一个发育很好 是这样的 因为他生下普通一般是90到130公克 居然我们的营养是183公克 真的是这个头脑壮壮 长得特别特别好 那再过来就你看半岁 他居然已经就14公斤多 普通一般 他高过一般的平均指数 大概多一公斤 所以他长得非常好 有灵活度很好 那当然就说三岁以后 会不会说回到大陆 这个我们会再跟大陆这个商量 一个就是可能挑一个非常漂亮的如鱼狼军 到台湾来跟他 这个也很好 但是张和民猫雄之父 他是跟我讲说 动物爸爸 到时候就这样营养到中国大陆去 让他去挑 他挑中了哪一个 就要哪一个 那更好 让他自己挑 不要人类帮他选 对 不过各位观众 千万不要紧张 不要说营养一出去以后 就不会回来 会回来的 因为这个里面 其实讲起来 因为当时我们是跟他交换 所以已经登记在我们这边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的 他是我们的保育大使 同时他的 这个登记的那个主机 已经现在已经落地 已经是台湾了 放心 所以这个也是三年以后的事 但是这一去的话 如果他真去 去了要多久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看到他回来 不过三岁 我想大概还稍微小一点 因为一般这个母性的这个猫雄 大概差不多四岁才会发情 那不用那么急的 就是一定要三岁就把他送去 四岁送过去 但是他真正成熟会 差不多六岁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四岁以后送去还不迟 那但是最好是 我是觉得等到五六岁 他的那个整个身心 他的整个这个生理 那个构造 都已经更成熟 就像说你看现在 我们的圆圆是八岁了 他生下非常健康的 如果你太早 你像那青少年 他有时候这个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你就生下那个孩子 可能也并不见得 也不见得健康 好 今天非常谢谢园长 来到我们的亚洲最前线 跟大家分享了 这么多的猫雄精 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占 我们来看的是Google 以32亿美元 买下了制造智慧恒温器的 Nest这家公司 来进军智慧家电市场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最占 网络龙头Google 以32亿美元的天价 买下了制造智慧恒温器 和烟雾警报器的 Nest这家公司 进军智慧家电市场 不过研发个智慧烟雾警报器 先进行评计则 进行评计则 调查好 把这些公司预计划 回到我身边的内容 在我家里的家里 可以设定一样的温度 到我家里的淀粉 还把NAS执行长号称iPad教父的法戴尔 和他的设计团队统统带进来 准备快速改变世界 有着金属造型的空调恒温器 是出身苹果的NAS执行长法戴尔 又一智慧家电力作 具有学习功能的它 能记住使用者习惯的温度 久而久之自动升温一度 节省电费开支 NAS产品外观到设计里面 全有着苹果的鞋桶 已经有了无人驾驶车 智慧眼镜跟研发中的机器人 谷歌借重法戴尔打造智慧帝国 打败苹果或许置日可待 台湾人喜欢网购 光是在去年的产值 就高达了7000亿台币 明年甚至渴望破照 这块大笔也吸引了 不少的业者投入 肥嫩帝王蟹角 饱满多汁的大壳干贝 澎湃的整锅海鲜火锅 这可不是饭店推出的 连接商品 而是人力银行 网购主力 人力银行抢搭网购年货商机 时宜住行通通包办 看准大批人找工作 网路流量大 华航投入线上购物 让不少求职者还没赚到钱 就先买商品 买东西这件事情 它才是生活所需 它才是除了求职之外 你的生活能够被人力银行 照顾到的出发点 不只人力银行抢网购 电信业者也提前卡位 加入网路购物市场 配合年节推出老字号名店 年菜抢购 过年不用人挤人 动动滑鼠 轻松搞定年菜 加了网购以后 大概占了两成的生意 实际店面也乐意和网购结合 台湾人有多爱网路买东西 数字会说话 2013年产值高达7000亿 今年更持续网上飙 2015年网购市场渴望破照 还推好指出 每人年平均 砸在网购平台上的金额 高达15000到2万元 实际店面线上化 网购商机庞大 能够不少一页都来抢分一杯羹 市场竞争激烈 战国时代没有好商品 很快就被淘汰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琪 明天见 周玉琪 月儿 周玉琪 discussion 我的